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就是如何将 Celephone、手机的通讯录 Adressbook 然后简讯、Message 相片、Auto 影音档、Video 传送至电脑来做备份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软体就是 HomePod DoTrance 我们看桌面这边有一个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大D 我们把它快按两下来执行 执行以后 他叫我们 用 USB连线到我们的电脑 按一个确认 confine 好,我们要先选择 Sansom 我们今天 用的 手机Celephone 是用Android 手机Celephone SansomGallery A22 A342 5G 还有BenQ的 手机 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Sansom这边 他的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叫做 选单 选单 就是Menu 我们点下去 按注册这个地方 这边有 画面有出现 恭喜 你可以使用所有的功能 好,这代表我们用的这个是 正式版 不是测试版 好,我们今天先选联络人 我们在上面这边 Go选全部 然后我们选这个 导出到 电脑里面 我们选第1个 然后选这一个 好,我们选的是SansomGallery 这一个 A32这个 这时候他已经出现导好了 我们把它开启 因为它是 CSV档是可以用Excel把它导出来 给它显示出来 好,这边我们把那个Home Home 这拉开一下 它就可以 看到我们 那个联络人的那个 手机号码 再来我们 也可以从这个开启资料夹 然后我们先把它关闭 我们现在选影片 好,影片里面我们目前看到有三个 一个是奉献 Donate 一个是邓绿军的 但愿人长酒 还有一个是花心 我们当然是可以从这边全选 然后 我们选导出 到电脑 这时候我们要选Sansom的Gallery A342 选择这个资料夹 好,我们看到三个 影片 都被导出来 接下来 再来我们要选的是音乐 Music 好,我们勾选 中华民国 军歌 夜席 再选导出 字电脑 我们要选的是 Sansom Gallery A342 好 这个军歌已经导出来了 我们在 选的是 Auto 图片 好,我们勾选全部 这边总共 有六张的 Auto 相片 或除片 我们一样选这一个 导出 字电脑 一样选那个Sansom Gallery A34 好,六张的那个 图片已经 导出来 再来我们要 导出的是 讯息 Message 这是我们 把那个Self 选择 BenQ 这边 然后我们选 左边这边 Message 我们勾选 所有 再来我们一样用 导出 自电脑 然后选 Test 文字档案 一样选 Sansom Gallery A32 好,这时候 他的那个 Message的那个 资料夹在这边 我们 我们再给他开启 我们今天 分享到这边 感谢 大家的观看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我们再分享 感谢 ague 什么 感谢 伝赐 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